昨天Google宣布推出Google Assistant朗读网页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就是请Google语音助理帮你读出网页的内容 而且它支援包含中文在内的42种语言 那我刚试了一下 觉得这个功能在你浏览外文网页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但是它需要一些事前的准备动作 那我们这里就来操作一下咯 那因为它目前只支援用英文下指令 所以首先要在Google助理交谈的语言里面把英文加进去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往下拉 在装置这边点进手机 然后允许使用画面内容 那这是两个比较主要的设定 不过可能有其他手机会要求你允许通知存取权 那我们就照它的指引 然后把权限打开 这样子就完成设定可以使用了 那它目前是支援使用Chrome浏览器 那我们来试试几个网页 最一般的中文网页 比方这个 我想要请它读出网页上的食谱做法 那我就打开之后呢 OK Google read this page 来源食谱自由配自由食报 红豆汤用哪种锅子煮最好吃 四种口感一次学会 顽固的红豆总是不容易煮熟 明明几斤放进电锅里煮了一阵子 拿出来时却仍然一颗颗硬邦邦的 那我们看到即使这个网页它上面有广告 它还是会跳过去 然后它只阅读内容 而且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调整阅读的速度 比方我现在把它调慢 我们还是把它恢复一倍好了 才能煮出符合你挑剔味蕾的美味红豆 先知道煮红豆汤的小秘诀 好 那我们再来试试英文网页 一样打开之后 OK Google Read this page Got it 然后大家再听一遍看看 在宣布首例冠状病毒死亡后 加利福尼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使该疾病的美国死亡人数增至11人 官员说这名71岁的男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刚选择翻译成中文之后 他就把这个网页用中文直接念出来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我们来看看日文网页也是一样 OK Google Read this page OK 提供元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中間からの来日自粛を要請 政府方針 観光目的対象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一環として 政府は中国と韓国に発行済みの差証 VISAは向こう都市 観光目的の来日 那我们选择翻译成中文 再听一遍 日本政府决定始发给中国和韩国的签证失效 并要求他们不要出于旅游目的而访问日本 政府官员说 根据检疫法 从3月9日到3月底 检疫主任将可以离开中国和韩国两个星期 連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航班 所以虽然之前已经有网页翻译这个功能 但是现在在Google Assistant里面就加入了直接翻译 然后直接用语音念出的功能 这对大家在外出的时候 如果坐车或通行的时候 要听网页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好 那这个功能即日起就可以使用了 那建议大家可以赶快试试看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